如何支持晚期癌症的病人 面對死亡的恐懼呢? 梁彥安博士主講 專題光碟 直教生死梁相安 重新探討生與死 了解病者的心理狀況和需要 分享關顧技巧 亦幫助病者和家人解開心結 面對無情天災 人類是否只有傷痛絕望呢? 由《恩與之聲》主辦 美籍華裔科學家吳孫倫博士主講的特別講座 《傷痛年代的盼望》 嘗試用科學觀點去研究天災 並從地球和人類的歷史去探討前景 講座現已被輯錄成現場版CD光碟 歡迎以捐獻形式撒取 查詢請電416-321-9288 1-800-352-0053 搭遍黃沙萬里 追尋世綢之路一個個未解之謎 探索中國文化歷史背後的情懷 《恩與之聲》製作千古奇迷2 試錄片加長版VCD或錄影帶 傳統5集 另加製作發水 收錄電視以外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以捐獻形式撒取 查詢請電1-800-352-0053 或是瀏覽《恩與之聲》的網頁 《恩與之聲》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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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山尼困住了 现在只有司机可以回来 做消防员的工作 自己也不能够保护自己 其实真的是 很多时候在人的生命里 无论你做什么 都不能百分之半保障自己 三四个小时之内 最高赢了七八万 我没试过三天不赌钱 那时候欠价十几万赌债 连下一个病人 是男的女的也打赌 每样都请 我都能拿来赌的 我看见那些钞票 在走廊上漂流着 因为我们救火的时候 用很多的水 那些钞票就好像在河流上漂流 主人就是我们抬出的那位 我很感受到圣经里的一句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那有什么益处呢 冯家鞠是消防大队长 今天下班就和其他消防员 参加消防团契的聚会 他从小就立志做消防员 结果就加入了这个救火救人的行列 一直赶到现在 在我小的时候呢 居住的地区经常有火警 虽然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但是呢 他们的工作的形态啊 英雄感 英雄感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所以我很渴望做消防员 正值他们招请人的时候呢 我就考进去做这个消防工作 消防的工作呢 是从一个安全的地方 进入一个危难的地方 很多时候呢 都会感受到家人对这方面的忧虑 尤其是我的妈妈 她一看到西门 不论是任何地方大火 她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来 如果我不在呢 她就问我太太 怎么样 阿姬有没有问题啊 她安全吗 因此家里的人呢 就一起承受压力 所以我们唯有依靠神 消防员往往需要在危险的时候 冲入火海或是灾场救人 有时候自己的生死也细于一线之间 冯家居也有一次遇险的经历 起火的地方是一幢伤柱的楼域 那我记得在二楼有一间联谊会 发生了火箭 那我和同事呢 第一时间就用云梯 把一些在平台上叫救命的人 给输散下来 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同事呢 就同时进入火场偷救 在完成了救人的工序之后 我就叫其他同事 把梯子放回车上 我呢就进入到火场看看 有什么需要支援的 那么当我上到二楼的时候呢 走到一半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眼前一黑 要想支撑自己也不成 想晕过去那样 自己无法支撑 就自己躺下来了 就躺在楼梯那 那那段时间呢 我相信是很短的 因为我的同事呢 就是把 他们把梯收好呢 还没有回到 回到现场来支援 那那段时间呢 我想有两三分钟吧 那么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呢 我就问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活下去呢 我就把手脚动一动 幸好还能活动自如 没痛 但是呢 水把我的半身呢都沾湿了 在那时候呢 我就有很大的感受 因为很多时候看见一些消防员 或者其他的一些市民 他们的生命的结束呢 就在那一刹那里 平安并不是你能够掌握的 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呢 也没有人知道 哪个时候会来临的 所以呢 在我的工作里 可以经历到 让我更能掌握和知道 别人的需要 因为在小的时候 得到一位基督徒老师的帮助 才有机会继续升学的冯家居 后来自己也相信了耶稣 起初他因为消防员的英雄形象 而加入消防队 后来他发现在工作上 也可以实践自己的信仰 当我在上海去工作的时候呢 有一次是一个特别的服务 当我们进到屋里的时候 就发觉有一位女士 她拿着一把刀子 就指着我们 叫我们不要走进来 否则呢 就会用刀刺自己 那么原来是 她的丈夫呢 跟她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她就不想 不想活下去了 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我就问她 你要结束自己生命呢 那你还有什么牵挂的吗 她说 我没问题 我还有一笔钱呢 我可以留给我的儿女 那我这儿她有儿女 那么我就用这个话题 来跟她沟通 我其实除了工作以外 我心里边就默默地祈祷 求神给我智慧 面对这个案子 那我就告诉她 这笔钱 既然对你的儿女 有这么大的作用 你已经有了这笔钱了 你不用给你的儿女了 你自己可以拥有 为什么要自杀 其实在我们谈话之间呢 我和那位太太的距离 距离已经是很近了 只要我一出手 就可以把她手里边的那把刀 抢过来 但是圣灵呢 在当中呢 就感动我 叫我不要抢她的刀子 她会自己会放下来 你忍耐一下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又顺服下来 那在跟她谈话之间呢 我忽然想起来 我说 这笔钱给你的儿女 读书重要 还是和你和你的儿女 一起生活更重要呢 既然你认为这笔钱 不能够帮助你 又怎么能帮助你的儿女呢 其实你的儿女们呢 他们最需要就是 你和他们一起 陪他们一起继续的生活下去的 这个比钱更重要 这问题是 即使就软了下来 把刀子放下 哭了起来了 我最大的感受 并不是工作的劳苦 而是感受到信仰 怎么样帮助我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 除了一些是 辛劳的工作以外 还有一些工作呢 是和人的接触呢 有关的 比较仔细来说 就会发觉工作的喜乐 那我曾经做过一次 一个困在升降机 到了现场 我们联络被困在 升降机里边的那位人士 那原来是婆婆 这位婆婆告诉我们 她被困在这升降机里边 整整一小时 但是案情中呢 却没有人管 那现在我们来了 她就非常的开心 我们就用尽方法 尽快把这个婆婆 释放出来 那这位婆婆 住在十几楼了 她是被困在 升降机的地方 是四五楼 她要回家呢 就要走十几层楼梯 十几层 那我就问婆婆 她累不累啊 她说 当然累了 我有心脏病 血压高啊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只要我们 把它安全地 释放出来 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但是基于这位婆婆表示 她有 她有血压高啊 又有心脏病 她要 她要回家去 她不是出去 她要回家 就要走 十几层的楼梯 其实我也不放心 不放心她自己上去 所以我就 多做了一点工作 我说 婆婆 我陪你上去吧 这次呢 我又不想叫 其他的同事 陪她上去了 因为这个感动呢 是出自于我 所以我自己承担 我就陪婆婆 走上了十多层的楼梯 那么我也叫 其他的同事 把工具收拾好了 其实呢 很感恩 到了门口 这位婆婆呢 很客气地说 谢谢你啦 谢谢啊 进来坐 喝一杯水啊 其实看得出 她是很辛苦的 那杯水的我也很重要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所以跟她说 不用了 谢谢了 下次再喝吧 那再问她 现在的身体 是不是有没有感到不舒服 她说没有 我说没有就好了 那你回去吧 就看着她开了门 我就完成了这个工作 在工作当中呢 其实呢 我是很感受到 神与我们同在 看到有需要的那些人呢 我们尽量地 将基督的爱 去跟他们分享 虽然消防员的工作 是很有纪律性的 但是空闲时间也很自由 甚至可以打麻将 玩纸牌 以往冯家居有时也会参与 但是后来她就拒绝了 因为她知道 这样下去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那么在当中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难处 跟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冲突 那唯有依靠神 让他们知道 我甚至把金句写在储物柜里 告诉他们 我不打麻将了 他叫我打麻将 我看着金句来激励自己 离开赌博 那么现在 现在可以看到一点改变 他们初时呢 可能会赌少一点 甚至会越打越大的 变了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是他们家庭的问题 那我看到 现在的同事在理财上 有些同事是失了预算 所以在团体中呢 也会鼓励一些赌钱的消防员 让他们知道 有一些借赌的服务的 也帮着他们接触基督教 靠着神的福音 帮他们离开赌博 无论工作上如何有纪律 但是一旦放假 又能否自律呢 消防救护员周鸿安 就因为不能够自律 把放假的时间 都放纵于赌博之中 一般赌马去澳门呢 我想没有一样我不懂的 玩纸牌 下班了打麻将 我每样都可以的 这样赌下去呢 我想我也是病态赌徒了 因为我成了这个病态赌徒之后呢 心念也改变了 为什么呢 为了钱 其实心很坏 怎么坏呢 例如有人给我钱 一百万也好 杀人也愿意啊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 钱真的是很重要 我本人欠钱呢 自己也很喜欢钱 所以我的心呢 就是钱 偷我妈妈的钱 她的存折呢 是由我来保管的 跟我联名的 我让她十几万去赌 跟着那天呢 全都输掉了 那天24小时之内呢 我差不多输了20万 那次比较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看报纸 看到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赌而自杀 那时候呢 我开始呢 害怕了 真的害怕了 如果我死了 我一半是孝顺的 我觉得我死了 我爸爸妈妈怎么办 谁照顾呢 我开始惆怅了 如果跳楼死了 怎么办呢 我死了以后呢 又担心家里人蒙羞 我想不如 勤勤力力的还钱吧 那我就 我就悄悄的 很努力的去做兼职 挣钱 还钱给他们 有一次一位基督徒消防员 邀请他去教会 很奇怪 他一口答应了 而且非常投入 听一听 去教堂坐一会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只想 占用一点时间 不想给自己 太多时间去赌 因为我会继续赌 我去完崇拜呢 就立刻去赌钱了 不是不赌 只是想控制自己的时间 不想赌太多 就去教堂听 我没有告诉同事 为什么我去教堂坐 就这样坐下 第一次去教会 然后呢 去消防团庆 他们邀请我做义工 搬人搬东西 我心想也好 又可以帮助别人 又可以占点时间 因为那时候 我的债呢 已经还了不少了 我想还清债呢 就离开教会了 这段时间呢 我也帮他们做义工 去教会 听听耶稣 那个时候 试试以耶稣的方法呢 去做人 当时呢 我也是以常识心态 用耶稣的方法 去做人 看看成不成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心里觉得很奇怪 从来没试过 那么舒畅 很奇妙 为什么做完了事以后呢 很喜乐 很开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耶稣的方法 为何不同那些人呢 我以往行善积德 没那么喜乐 因为耶稣教我帮人 不是忘回报 为什么世上有这种道理呢 跟我多年来 所认识的道理 是有点出入啊 究竟耶稣是什么呢 好吧 我继续做假 继续看多点他的道理 然后呢 寻求他的道理 是真是假 并且呢 用理性 看这个世界呢 是否像他所说的 甚至科学上 我寻求他越多 他给我的 就越清楚 越真确 以我以往所认识的神 不是创造出来 不是虚构出来 这世界真是有神 因为这个世界 真的很奇妙 因为我做过成教授 也觉得很奇怪 为何这个宗教 可以使人戒毒呢 其他宗教又不能够呢 跟着我逐一的检查 发现耶稣真的 可以帮助人 如果是假的 又怎么可以帮助人呢 为何只有他才行呢 还有我开心 我的心越来越平安 感到很喜乐 不像我以前呢 一个晚上赢了很多钱 就开心了一会儿 甚至 我看这个世界呢 所有的人 亲戚 朋友 同事 都很虚伪 很假 我感到这个世界上 很污秽 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神 我们就真的很 没有意思了 然后我们就很虚无 为了生活而生活 然后神让我知道 不是的 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 我创造你是美好的 因为我爱 爱这东西 是包含了所有 爱就是令你 得到这个世界的和平 可以开心 可以彼此相处 没有憎恨 并且爱是没有计较的 我觉得呢 这个才打动我的心 这个神是真的 跟着我愿意向这位神来祈祷 祈祷 求他赦免我的罪 信了耶稣以后呢 我也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不良的嗜好 我没有这个信心可以戒掉他 甚至乎呢 我没有告诉别人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丢人 不要让人知道 我真心信耶稣 但是我没有让人知道 我怎么不好 因为中国人始终是家丑不外传 神在当中 真的是医治了我 四年来呢 我真的是没有再赌钱了 没有去澳门赌博 当初我没有这个信心 我认识耶稣之后呢 他把我这个不良的嗜好 完全的剔除了 虽然我在投注站 可能由第一场站到第八场 我没有下注啊 我只是看 不只是看马 我还看着其他病态赌徒在赌钱 好像看到自己一样 我站了很久 心呢 好像在谴责自己 不要赌了 不要赌了 那后来呢 那天真的没有赌了 到现在 我甚至呢 连看了也不看了 感觉上就好像 不认识主了 那时候 贪婪 火热的心呢 好像烟消云散了 现在我才知道 因为我靠是圣经的 圣经的真理 每一天呢 都感到很有平安 很有喜乐 这种平安喜乐 是自己感受到的 因为这样 才能够得到丰盛 所以呢 我现在与家人的关系呢 比以前更好了 所以 我觉得 耶稣给我的呢 不只是与家人的关系好 甚至给我工作上的同事关系好 朋友关系呢 非常好 非常好 太好了 多少错不要再提 黄色一切 灰身与失忆到齐 只差爱的面临 温温恶恶地过世 做梦亦心里自闭 这些狂狂此片难泪 他偏却将爱降临,有我出封闭 花光了一世,监心牺牲一切 与谷底众亦爱我,没让我一再指挥 不会使我前途正位,使我珍贵 我太太在认识我之前 我是一个不想能知道我丑陋一面的人 他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 他不知道我威信耶稣之前是怎么样 但是我有让他知道 他觉得很奇怪,你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在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耶稣教懂我做人 我跟他相处的是成熟了 感觉上彼此越来越好 因为耶稣就是爱 所以我才懂得爱我太太 这爱化尽一切 他的爱心不见底 他真会奔土而废 他便及将爱降临,救我出封闭 发光了一世,甘心牺牲一切 与谷底终亦爱我,没让我一再指挥 因为我们每次出动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心里能够平安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消防局里面也会拜猴架 猴架就是我们的训练塔,或者是晒干的消防猴 很多人都拜这个猴架,希望西安里德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见过拜猴架 最终不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那有很多的家庭有问题 有很多的试探 很多试探 权力 升职 男女情欲试探 甚至是北上的试探等等 所以我真的看到 能够给人有平安 给人有平安喜乐 家庭的幸福 当我信耶稣之后呢 我看着就是有改变的 就是有些赌徒啊,是经济的问题啊 甚至是生命的改变 他告诉我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真的生命是喜乐的 吴顺然牧师这样了解消防员 是因为他以前当过消防员 但是后来他离开了消防队 到教会工作 就是因为他知道救人的性命固然重要 但是救人的灵魂就更加重要 我试过一次去火场的时候呢 很深刻地体会到 原来他们都是有这个传统的信仰 就是中国人那种信仰 就是烧香 烧香 有家人过世就拜祭啊 所以呢 他们是门关得很紧 我记得那门呢 是三把锁来锁着的 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有些恐惧 因为当天晚上凌晨的一两点的时候 他们是 他们很怕回魂的情况 那个情况出现 所以全锁上了 当我们到火场的时候呢 就是爆破呢 不是把锁爆破开 而是把门打开个大洞 才能够把人 才能够把人救出来 但是我也记得当天晚上六个人 有六个人不治的 当我一面抬他们出来的时候呢 很深刻地感受 我一面抬他们经过走廊的时候呢 我看见钞票 那钞票在走廊上漂流着 因为我们救火的时候呢 用了很多的水 那些钞票呢 好像在河流上漂流 那主人呢 就是我们抬出来那位 他自己 连头发都烧光 钞票想拿也拿不到 抬着的时候呢 我很感受到圣经的一句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他偏确将爱光明 又抹出封闭 花光了一世 监心牺牲一切 于谷底终亦爱我 没让我一再指挥 不会使我前途正位 使我矜贵 他自从回爱到底 活过前事永不继 基因变作不要自费 别信真爱要带下世 他看我甚宝贵 珍惜这灿烂如飞 他自从回爱到底 明白我一切 他的牺牲怎去代替 就算心里满是业债 这爱化成一切 他的爱心不见底 他怎会半途而废 多小错不要再提 黄色一切 灰心与失意到齐 只差爱的面临 混混恶恶地过世 做梦亦心里自卑 这些公共此片难泪 他变却将爱降临 救我出封闭 化光了一世 监心牺牲一切 如谷底终亦爱我 没让我一再指挥 不会使我前途尽位 使我珍贵 他变却将爱降临 救我出封闭 化光了一世 监心牺牲一切 如谷底终亦爱我 没让我一再指挥 不会使我前途尽位 使我珍贵 女儿天生弱智 行为有大攻击性 不单只伤害自己 更加将妈妈Marenda打到受伤流血 但是基于血缘之外 越是痛越是爱 毫无抱怨 《恩语之声》制作之启导版VCD 《没有不同的爱》 内容包括见证及短讲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询请电《恩语之声》 亦都可以浏览《恩语》网页 www.sobem.org 人称喜乐婆婆的 乔宏太太小金子 小时候原来是个苦瓜干 虽然乔宏的出现 令她判若两人 但是真正改变她一生的 却是信仰 《恩语之声》制作 生活信仰系列之 真情真我小金子相思的光碟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询请电《恩语之声》 或者浏览《恩语》网页 www.sobem.org www.sobem.org